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谢谢您按支持收听 以及收看我们八方论坛这个节目 我给你讲一个故事 大概在一个多礼拜以前 我接到一个朋友的一封email 这个email里面讲的是 在CNN的采访了一位非常结束的华人 一位科学家 一位AI的研究者 他很简单的几个字 他说你有没有兴趣 我当然会有兴趣的 然后我看了一下这个介绍之后 CNN的访问之后 我的兴趣更大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今天在美国 或者在全世界 也结束了华人很多 这个有成就的华人也很多 但是对我来讲 最感兴趣的就是这位华人呢 从这个访问之中看来 他一生之中所做的很多抉择 是好像是违反 一般我们常人所看到的 华人的这种价值观念的 所以说我对这位这个人物呢 我是特别特别感兴趣 然后我就开始透过朋友的介绍 和他们家人联系上了 我也非常感谢 今天的节目中呢 我们的这位来宾呢 在他的百忙之中 他的工作和家庭的繁忙之中 能够抽上一个小时呢 和我们谈谈他的一生 他的很多的抉择 以及他的一些价值观念方面的问题 首先和在家中准备 接受我们访问的 李飞飞 李老师 打之招呼 李飞飞非常谢谢 谢谢石先生 下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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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这样子 这个 你的头衔呢 我现在在荧幕上 开始可以打出来 我们的这个空间有限 我们打出来的是 史丹佛大学 人类智能实验室的主任 另外你也是 史丹佛大学的 计算机的中生教授 那么我在节目中 还问过你 这个中生教授 英文是哪一个字 你说是tenure tenure 我真是佩服 无体投地 你这么年轻 就有点 谢谢谢谢 看着年轻 有一点呢 就是 我很想借这个机会呢 替我自己问问 也替我的所有的 看这个节目的观众 和听众问一问 就是在你这一行 就是这个人工智能 AI这一行业 现在当下 最热的话题是什么 这问题问的好 史先生 这个问题是 我们作为人工智能 研究者也不断地 在提出的问题 就是在回答这个问题 以前我觉得 我会有这么一个想法 就是为什么大家 那么关注人工智能 它作为科技界的一个工具 显然是因为 它对人类的社会 会有一些很大的帮助 但我觉得人工智能 之所以有这么 得到那么多广泛的关注 和兴趣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 就是它直接触及了 人类对宇宙和自身的思考 其实你看人类文明 不外乎几个很重要的话题 我们从哪里来 我们到哪里去 我们是谁 那么我觉得人工智能 设计了非常重要的 这个问题就是 我们是谁 我们到哪里去 都是人工智能的范围 因为它毕竟是 fundamentally 就是在设计 intelligence这个话题 那从这个衍生出来 一个人工智能 现在最重要的 我觉得可能是 比较热门的一个话题 就是人工智能 会把人类带到哪里 它不管是从科技的角度 还是最后一切的科技 都会转换成一个社会 不管是前进后退 还是社会变化的一个力量 推动力 那么人工智能 会产生什么样的作用 我想这是大家 最关注的问题吧 有一个这个 我很外行的想法 我知道这个人工智能 现在发展的速度也很快 那么我也知道 人工智能在很多的方面 已经开始被运用上了 其中有一点 相信也是你的专长 就是这个车子 汽车是吧 automobile 就是无人驾驶 这有很大的一部分 是人工智能的这个科技在里面 是 我想趁这个机会啊 进一步的 你觉得在不久的将来 或者是在远的将来 人工智能 可不可能发生到一种地步 就是可以有这种创造力 换句话说 因为我个人觉得 作为一个人啊 一个人类啊 最难得的 或者是最 可以说是高贵的一种情操 就是人类有它的创作力 不管是文学 在艺术 在电影 在音乐 包括科技本身 对 你觉得 这个人工的智能 继续研究下去的话 会有一种 比如说computer 或者什么样的机器 它会能够创造出 比贝多芬更棒的交响院吗 这个问题问的挺好的 其实这个问题 很多人都问过 我们人工智能的研究者 其实我觉得创造力 其实它本身 作为一个话题 世世代代的哲学家 都讨论过这个问题 什么叫创造力 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见解 如果创造力 是指的是 就是说create something new 的话 我觉得人工智能 已经在做这件事情了 如果你去看这个 比如说我们最近 计算机视觉 作为这个人工智能的 一个子领域 有这个算法 可以画出 梵高的painting 或者是 或者是最近在 社会上反响比较大的 这个Google的AlphaGo 能跟世界上最棒的 这个围棋选手下围棋 那它的每一步 实际上都是创造性的走法 是吧 它不会去光是去背了旗谱 就能走到这个 它必须要create and invent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 员工智能的科技 已经具备了一些 创造性的元素 那你在提到 就是说贝多芬 或者是摩扎特 这样的就是打动 人心灵的创造力 尤其是在艺术文学 这个层面 我觉得它不光是一个 就是算法 或者是一个这个 就是一个output的一个创新 它里边还涉及到情感 涉及到其他的 就是为什么能让 一个艺术作品 那么打动人心 那么这个 让人产生共鸣 那情感方面 人工智能现在还 基本上连起步都还没有 我们还没有走到 知道怎么去 为情感建立模型 这一步我们都还没有走到 所以说 我自己觉得 这是一个需要走的一步 倒不是说 我的目的倒不一定是 为了让人工智能 去做一个贝多芬的普取 但是我觉得往下走 人工智能在为人类社会 服务的过程中 他需要懂得一些情感 懂得了解情感 比如说一个 医院的一个 比如说医生辅助系统 要去和医生一块去 帮助病人的话 那是需要 这里边不光是有 有逻辑 有算法 有推导 这里边需要有 对这个病人的状态 和情感 产生一些互动和了解 所以说 人工智能往下走 是一定会涉足 情感这个方向 那把这个 今天的这个 已经就是说 有一些 creativity的影子 再加上 对情感的了解 也许在 今后的某一天 人工智能可以开始 做一些很有创造性的事情 这是可能的 但是这个绝不会 取代人的创造性 甚至我也不希望 人工智能 去取代 人本身的很多东西 我想这也是 我问这个问题的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 就是 从一个平常人的角度 来看 人工智能性的 发展的速度 会不会有一天 真的能够取代 因为那个就是 我觉得这人性的 一种最高的境界 我不知道 人工智能 有没有有一天 可以达到哪 还是说 根本不可能达到 我这个话 反过来问好了 在您所今天接触到的 各种各样的问题 人家提问 人家问你 人工智能 人们现在 所有的最大的 这种myth 最大的这种 这种错误的观念 是哪些 在这个议题方面 我觉得最大的myth 可能就是 人工智能 和人类的关系 很多人很 对人工智能 有一种恐惧 而且我 其实认为 这是一个很好的 一个讨论话题 作为一个社会性的问题 科技总是 我总是认为 科技是需要为人类服务的 而不是反之 那么在一个powerful的 科技的诞生和扩大的过程中 人类必须要有一些 responsible discussion 我可能在有一点上 石先生 我和你有一点点不同 我不认为创造性 是人类的最高境界 我认为 人性的最高境界是爱 是love 这个创造性是 可能是这里边的一部分 但是我认为 人工智能有一天 可能会create一些东西 但是love的话 是一个uniquely human 也许animal也有一些 但是这是fundamental to being human 那回到这个人工智能 对社会 这个myth里边 就有很多人担心 人工智能有一天 会创造出一个 三星病 或者是terminator next door 然后会 这个机器会有一天 突然觉得 我要我自己的权利 我的rights 然后我就take over 这个人类社会 我觉得这有分两个层面讲 第一从科技的层面讲 我们还完全没有到 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Elon Musk 就是Tesla的这个founder 他是可能是现在社会上 最vocal的一个 担心人工智能 对人类出现挑战的一个 一个人了 他也算是一个工业界的领袖 但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前段时间有一个新闻 就是他们Tesla自己的车 发生了一次很不幸的车祸 然后这个车祸就是因为 Tesla的无人驾驶 或者是他们叫这个autopilot 这个system 没有看到前方缓行的一辆 这个白色的货车 所以说因为这个autopilot 这个软件的失误 造成了这个车祸 那我们就想 一个缓行的白色货车 对任何一个正常的人来说 都是最基本的 就没有人会犯这个错误 除非你闭着眼睛开 或者是酒驾了 或者是什么 那我们连这个问题 都还没有解决 就Elon Musk 他自己的车 连这个问题都还没有解决 其实现在去想 人工智能 马上就会造出机器人 来这个起义了 或者是革命了 其实是有点太早了 但是我并不认为 这个discussion太早 我觉得就是说 虽然科技还早 但是人类的这个 就是人类的文明社会 总是对我们的下一代 要有一个sense of responsibility 那这个sense of responsibility 包括科技的responsibility 是吧 我们不能完全就闭着眼睛 造了这个 造了这个 科技就完了 其实我经常跟我的学生说 我们作为人工智能科学者 我们没有一个人 希望走到这么一天 就像当年 马哈腾Project的物理学家一样 他们虽然对核动力 有非常 就是说 做了很多贡献 他们也知道核动力的 这个对人类可以 做出的一些影响 但是没有 没有一个人 至少大多数物理学家 是不愿意核动力 变成一个武器 去伤害平民的 所以说我们作为 这个人工智能科技者 我们也不需要看到那一天 那 怎么防止这一天的来到 其实是需要我们所有人 不管是我们自己科技者 那也包括社会各界的 politicians Policymakers Lawmakers 还有各界的人 来参与这场对话和讨论 在你们界内 现在有 有这种样子的讨论吗 还是说现在还没有开始呢 还是 有 比如说我不知道其他学校 但是我知道在斯坦福 人工智能实验室 我作为人工智能实验室的主任 我在两年前就在我们人工智能实验室 发起了一个一个月两次的 AI沙龙 这个AI沙龙就是 全实验室一百多位学生和教授 每两周一次 星期五的下午会坐在一起 讨论 不光是我们这个就是科研的可题 但更多的是人工智能的 对伦理问题的影响 对法律问题的影响 无人驾驶对这个 里边所产生的 对社会的影响 人工智能和就业 就是这一类的讨论 我认为非常重要 社会各界都应该参与 但科技者本身 一定要有这样的 awareness 我可以说 我听你这么说 我蛮高兴的 谢谢 这是我们的责任 尤其是我自己也很幸运 就是说 我的事业走到这一步 也站在一定的平台 能够影响人工智能的 这个今后的发展 我觉得做一个 responsible的scientist 和一个educator 这个是我和很多我的同事 绝对不能 overlook的一个 一个responsibility 我们把镜头往后拉 我们把镜头带回到你 16岁那年 我们把镜头带到 你是直接到纽约士去吗 还是你在美国入港 是哪一个城市 然后才慢慢到 纽约士那边去 我入港是JFK airport 直接到的纽约士 这样 对 你还记得你16岁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你也半成熟了 可以说是完全成熟 看你少熟的 这个地步怎么样 我觉得我现在都没有成熟 你那个时候是什么感觉 你那个时候 刚来美国 你所见到的一切 都是如此的 怎么样 foreign 都是如此的陌生 而且那个时候 应该是最需要 一个熟悉环境的时候 对不对 在人私人过程中 对 我觉得四个字 可以概括当时的感觉 叫连根拔起 就是完完全全 从自己所熟悉和 生长的一个环境 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 从他的语言 到他的环境 到他的文化的习性 到他的人 所以确实是一个连根拔起的过程 虽然咱们中国人说 人挪活 树挪死 但是那种感觉 我觉得我更像一棵树 不像一个人 你的老家是哪里 我是在北京 但是我主要长在成都 长在成都 所以说你如果说 你要追溯到 你的这个出生的文化的话 成都的成分 要比北京来得大 这么说对不对 是 但是我的家庭 有很多江南的元素 因为我妈妈的家的背景在江南 所以至今我最喜欢的 还是上海菜 这样 对 那个时候你到美国来之后 我想你所经过的 任何在国外 看到这个节目的人 一定都知道 那个时候你来美国之后 你经过的心理上的 这种千辛万苦 或者是这个 现实环境上的千辛万苦 我想了解一件事情 就是你是什么时候开始 还是说你那个时候 16岁的 已经有主意说 你要用一个什么样子的 中心思想 或者用什么样子的 这种观念 来面对你所 面临的这种 我可以说排山倒海式的 这种一个新的环境 所带给你的 种种的困难或者挫折 其实这也是一个 很久远的记忆了 我都不知道 我能不能完全 reconstruct了 但是我觉得 当人在那样的状态下 面对这么大的 一个挑战的时候 也许你第一件想的事 不是中心思想吧 可能想的是怎么survive 因为我记得刚刚到美国 第二天还是第三天 就来到了一个 美国很普通的一所 普通高中 美国的普通高中 对我来说 一进校门的那个感觉 我记得就是 完完全全是另外一个世界 因为我在国内读的高中 还是很不错的一个高中 是一个 不说我对文化的熟悉 但是至少 大家还是 学生都是很求知的 可是到了那个美国的高中 普通高中 你就可以想象这种 在Hallway上看到的 各种情况 就让我觉得 可能有点可以用 可怕这两个字来形容吧 然后何况我还完全不懂 那个语言 基本上 根本就不说开口了 这个就是 基本上就是一头雾水 所以说 刚开始还真没啥中心思想 如果要有中心思想 就是survive how do I survive 但是可能 这就是我自己的一个 骨子里的劲也好 尤其是我妈妈她的劲也好 就是 不想被打趴下吧 就是说我也没有什么 特别高尚的一个什么愿望 但是绝对不是说 在那种情况下 就 因为我无处可逃 那在无处可逃的情况下 我想的是怎么去 survive and do well 而不是说 去搜索了以后 就完全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有一个问题 我想今天能够访问到你 我觉得很值得我来问 也很值得你来回答 什么事呢 因为很多带的第一代的子女 到美国来的这个中国的父母 他们很可能 我敢讲几乎百分之九十九点九 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子女 放在美国学校之后 他们每天遭遇的是什么样的情况 这个情况远比他们自己 自己在国内成长的过程中 要来的复杂的多 对 对于这些父母 你今天有没有一些什么忠告 或者有一些什么话呀 对于这些道德 对于这些道标 三条 我不